亚运会的男足比赛马上就要开打了,可就在各队忙着备战时,亚足连续突然传来一则奇葩的消息,有两支参赛球队,竟然被亚足连给忘了。 你没有看错,就是忘了,由于亚运会组委会人员的工作输入,导致阿联球巴勒斯塔两支参赛球队,没有出现在此前分组抽签的名单上,直到两支球队的组协提出严正抗议,亚足连才发现了这一滴级失误,为了弥补这一输楼,亚足连要求亚运组委会方面,安排重新抽签,不过仍有的六个小组不变。 多出的两支球队,仍将被安排在六个小组中,也就是说六个小组中,有两个小组将出现五支球队,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并不是好消息。 在7月5日的分组抽签中,中国有二三国家对于伊拉克、叙利亚,东着问同分在一组,算了上一支上千,小组出现也相对容易。 但在遭此辩护后,中国队的前景却又充满了位置,根据最新的分组抽签规则,参赛队将按照2014年,仍穿亚运会男组比赛成绩进行分档。 由于当季比赛中国队战绩不佳,所以只能位列第三档,而在第一档球队中,有日韩两支东亚竞旅。 索兴米作战到韩国队,更是势在夺金,如果和他们分在一组,中国队将面临一场硬仗。 第二档球队中有U23亚洲杯的冠亚军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,抽到他们中国队也不好对付,第四档球队实力虽然都比较弱,但也暗藏凶险。 卡塔尔正式位,拒绝一当,在年初的U23亚洲杯上,卡塔尔队曾在直接交锋中战胜过中国队,这也是一块蓝肯的骨头。 按照分档情况,如果中国队运气差到极点,那分组结果可能会出现,韩国队,乌兹别克斯坦队,中国队,卡塔尔队,缅甸队,道士和士玉在12场赛时分组有点类似, 而如果我们的运气爆棚,分组结果就是,印尼队东道主,中国香港队,中国队,尼波尔队,中国台北队,至于实际结果究竟如何,明天下午就会揭晓,大家就拭目以待吧,也祝中国U23国家队好运,争取那一块奖牌回来。